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俊男少女们还有大妈们就挤进门里去了 挤的人力量太大把门就给挤塌了 然后把人也给砸住了 也就是说现在在买房子呢跟买豆腐差不多 跟当年我们小时候这个过年的时候 抢那个花生瓜子差不多 因为那时候吃花生瓜子都得过年时候才有 平常没用的 三十一二岁儿立之年买了房子 是一种标榜 但是从三十一岁到了四十岁 你什么都干不了 你只能卖房子 到了四十岁房子下来了 OK了 说我现在可以了 一牛脸自个儿老了 我想说的 这就是一个生命的理念 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 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 完完全全是对自己的生命的不尊重 才出现现实的场面 当然每个人理解不同了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了 BBC今天登了一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国首富称房地产泡沫历史上最大 首富王健林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警告说 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出现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而且发展趋势正在失控 作为中国经济走缓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从各种数据上都可以看到 那而经济放缓 人们又在拼命买房子 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事情 对吧 而作为包括首富王健林自己 拼命在外面买东西 在美国买东西 在欧洲买东西 也就是说作为他们来讲 钱在拼命往外跑 而作为老百姓来讲说挣不着钱 可是又在拼命买房子 没人能搞懂里头再发生了什么 那我自己的说法挺简单的 李克强在玩命印票 然后这钱呢 透过一个渠道直接就出去了 也就是说 李克强在印刷厂印钱的速度 赶不上往外倒腾的速度 那在导动过程当中 那些有钱人为了 在我眼睛里为了掩盖现实的环境 或者说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本身 赚钱容易的 因为很多人出去都不会赚钱了 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本身的时候 他要在中国市场要捞走最后一桶金 有可能的 文章讲在经历了去年波澜壮阔的股市暴跌之后 泡沫一词在中国经济十分敏感 去年的股市暴跌摧毁了数以百万计的小投资者的储蓄 那这些投资者想当然的以为政府不会允许股市大暴跌了 他说王剑林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最大的问题是 上海等主要城市价格持续上涨 而小城市的大量房地产却出现了空置 他说我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 比如限购或者现贷 但都没有任何效果 据凯头宏观 这应该是一个投资公司了 他表示说六月底 直接给该行业的贷款高达24万亿 那我不知道这数据是怎么来的 他说24万亿 但他折合成美金呢 又只有36亿美金 所以这是个问题了 这是数字问题 王剑林讲说 问题是中国经济尚未触底 如果去杠杆过快的话 可能对经济不利 所以中国不得不等到经济走上反弹轨道的时候 才能够逐渐减少杠杆和债务 而王剑林自己拥有的房地产帝国 去年的产值高达440亿美金 但万达已经逐步在削减他的房地产业务 他的投资转向了娱乐体育和旅游产业 正在美国疯狂购物 那作为他自己来讲 他的身份来讲 他在接受CNN采访时 他讲出这个话 等于是从某种程度上 在揭示着今天中国房地产的真相 他对 philosophervant温中 做了对照飞样的 六中全会依然是媒体的本身的热点 那美国之音的最新的报道说 六中全会布局十九大李王去刘为看点 这里说就李克强跟王岐山了 所以这里面原来说的都是王岐山为看点 因为作为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七个常委当中 只有李克强跟习近平年龄 是在年龄的框架之内 剩下五个人到了十九大 年龄都已经过了年龄了 按照原来的说法都应该退下去 结果他现在又把李克强放上了 所以原来一直在某些中文媒体当中 从挑拨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的关系 到挑拨习近平与王岐山之间的关系 曾经作为他们舆论的看点 那他首先提到说习近平可能追求连任 他引用的是路透社讲 习近平将在十九大上继续巩固自己的势力 并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那这是路透社讲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路透社 在最近一年多已经 他的三个消息来源被砍杀没了 基本就这么回事了 美国哈佛大学费政卿中心的主任 叫马诺德 曾经提到接班人的问题 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政治动荡的隐患 他说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出现的内讧政变分裂清算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八大前 习近平跟薄熙来之间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跟薄熙来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是十八大 是2007年 17大 薄熙来遭到了温家宝的阻击 对吧 其实我们可以对头算 毛泽东选的接班人 最后都被气质咔嚓了 最后他的接班人 他最信的是他媳妇跟他的拼头 而被他斥为这个野心家的 党内野心家的邓小平 确实是有手腕 借着这个叶剑英 借着这个华国锋上来了 对吧 那毛泽东最后不得不选择了华国锋 然后被邓小平本身玩了个手腕 把华国锋给废了 所以邓小平就成为了党内真正的权力者 他意识到接班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是有他很大的私心了 有可能了 所以在邓小平选择接班人的时候 他选择了两个 胡耀邦赵紫阳 结果又都被他废了 对吧 他如果没有私心问题 不会被他废了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又是因为胡耀邦和赵紫阳 出现了八九六四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屠杀了学生 不得不选择了江泽民 当选择了江泽民之后 我们知道出了92年的所谓南巡讲话 江泽民不得他的意 所以他只能吓唬他 吓唬他为了防止他 结果他自己又选了一个胡锦涛 邓小平选了俩 好 所以胡锦涛就变成了一个 被垂帘听政者 执政了02年到2012年 而这个时候江泽民呢 当时选的是薄熙来 而胡锦涛选的是谁呢 胡春华 到了2007年 薄熙来遭到了温家宝的 跟吴一的阻击 结果没能够成功的 进入政治局常委接班 曾庆红出主意 把习近平顶上来 所以习近平能够上来 是一个渔翁得利者 当习近平上来的时候 当时的胡锦涛 是选了胡春华跟李克强 结果李克强就在这个背景之下 被习近平顶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学生 胡锦涛本来就是一个 类似学生干部 在选了李克强 还是学生干部 他就不是做主的人吗 那我们就看到走到了今天 那到了今天呢 他们又把李克强 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给他对立 我觉得就是瞎掰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江泽民从来 曾庆红从来没想到 习近平会反水 本来习近平就是一个 在他们眼睛里 是个过渡式人物 是要在十八大的时候 薄熙来能够接替周永康的办 那是2012年 所以到了2014年 再反过来 以今天习近平的同样的手法 做死习近平 造成薄熙来接班 所以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曲线救国的做法 结果那天意就是天意了 谁让他搞女人 给搞成这样 最后死在女人上 那薄熙来死在女人上 结果造成了习近平 知道了真相 才出现了我今天的场面 那一个明白的人 当自己走到现在的时候 你说他能选什么接班人吗 另外一个他谈到说 王岐山跟李克强的去留问题 BBC报道称 习近平和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李克强之间正在角力 争取提拔各自的支持者 如果你翻到BBC 你会发觉这篇文章不是BBC写的 是BBC翻译别 是引述别人的文章写的 而你再看看那引述别人的文章 你会发觉那篇文章 就是海外的个别的一两个 中文媒体写的 和王岐山去留的问题 王岐山的年龄 所谓符合了七上八下 而七上八下是江泽民立的规矩 对吧 那如果王岐山下去了 他就听了江泽民的规矩 那也就说王岐山要下去 习近平随时可能被杀 依然被垂帘听政者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在政治评论当中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评论了 他看到这一点 当然有些朋友觉得 他的观点还是蛮这个的 所以他也就说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